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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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那这个被告有可能去把这些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然后泄露给特定媒体吗 记者公开自曝消息来自检调 被约谈时拒绝透露消息来源 还好北姐英明查得很清楚 绝对不甘相关公务人员的事 反正记者说不是就不是 北姐也是信到底了 肯定假不了 什么经营减掉七年 200%信赖消息来源 碰峰一下不要太不满 我就跟小英总统反映那一天的状况 说NCC其实很无理群好 然后那个礼拜 小英总统就立刻报诉苏正常 那一天苏正常就立刻搞了陈耀祥 我绝对没有去什么 直达对对对对对 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让股东安心 所以里面有些东西也许有些碰轰 你们认为整个都是陪委这些人 假意剪接故意讲话 录音给人家听 然后播出来要诋毁你们吗 第三人在外面要讲什么话 这不是总统院长能够去控制 也不必去查 不必去查 侦查不公开管不到记者 只有媒体可以通灵侦办内容 谁准你们当事人出面澄清 顺便泄密串证的 看看北姐的声明稿 还预留了一项伏笔写道 侦查资讯使所有侦查程序参与者 包括检调、司法人员、辩护人 还有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或其他诉讼关系人等 均可接收之息 因此侦查不公开之落实 有赖所有程序参与者共同遵守 负责媒体办案的编剧们灵机一动 又抓到了违简的简台词 难道他指神民众呢 在这个所谓的消息外露的状况下 有自导自演的嫌疑吗 客人常常操作的手法 就是我把消息放给记者 然后放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消息 然后再开一个记者会澄清吗 就在这关键时刻 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谁 因为其实说最多的 不就是他吗 尤其丢出了一大堆这个账本 还给人家斜斜地拍 结果还是被网路媒体逮到 有超多诡异金流 这些东西 检方有叫你把它丢出来吗 陈贝菊居然办理了一个角色是 不断地针对现在争扎中的东西 然后去告诉大家 告诉外界 甚至还是他只是要告诉特定人说 我们现在的说法是这样 你没有发现到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吗 通常都是媒体写了什么 他可能就是带一个头 然后当天或隔天 民众党立刻大啦啦的公布细节 原来是阿斐或民众党 放消息给三例新闻 说自己被查扣的USB里 由小沈1500审庆经 然后再跟进中刊爆料 陈贝奇涉嫌用ATM洗钱 又跟东森新闻透露 阿斐坚称小沈1500是行事例 各位小草们都误会了 很可能是民众党知情人士 泄密给媒体好让阿斐公然串正 其实记者经营检掉7年 经营到的是小草县 我怎么就没想过这些可能性呢 不愧是负责干话的各位编剧前辈 北检16日早上9点半约谈记者 10点半记者离开 再拖除一个半小时的午休 请发表定工作时间2点5小时 下午3点调查结果直接出炉 连新闻稿都发好了 只不过是月潭记者的日期打错而已 请各位继续信赖检调 信赖司法谢谢 那如果北检讲的是真的 那代表前面那个记者 前面三例的记者 就在散播假讯息嘛 到底是北检说谎 记者说谎 还是两个都说谎 我相信每一个网友 每一个公民心里有一把尺 大家都可以做自己的判断 还是要跟我们绿梅开战啊 我去吧 你 Need to go I Need to go Deed to go I'm good day job OK OK, Let's go 黎巴嫩呼叫器爆炸世界 去年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始终处于高压状态,各方势力明争暗斗,射飞弹已经是家常便饭 然而就在9月17下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许多真主党成员携带的BB扣,在传来讯息后突然集体爆炸 周围人群惊慌逃窜,类似案件持续将近一小时,截稿前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最小的是一名年仅9岁女童,在BB扣响起时,为了拿给父亲却因此罹难 另外还有将近3000人受伤,直接瘫痪了国内医疗系统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批BB扣再收到一条疑似来自真主党高层的讯息后 过没几秒就发生了爆炸,可能是触发内部引爆装置的关键 这起夺命连环扣,剧情比任何谍报电影还惊悚 爆炸的主角就是这台,曾经风靡1980年代的呼叫器 由于被呼叫时会发出BB声,因此也被称为BB扣,能传送简易的文字讯息与数字 你各位熟知的数字传情蜜语,就是BB扣时代下的产物 台湾在全盛时期,曾有高达432万位用户 但随着手机越来越普及,电信业者便在2012年开始,终止了呼叫器的业务服务 然而这种上了年代的古董,现在竟然还有地区在广泛使用 这就要提到事件的另一位主角,黎巴嫩真主党是1980年代 由伊朗所扶植的什叶派组织,成立宗旨非常简单粗暴 就是要消灭以色列,被西方社会列为恐怖组织 但在黎巴嫩国内却是合法政党,也是现在执政联盟的一员 去年以哈冲突爆发之后,真主党为了表示对哈马斯的支持 也曾多次跟以军上演烟火秀,就在双方冲突逐渐升温后 真主党领袖认为智慧型手机,可能会遭到以色列监控过锁定 因此要求成员们改用BB扣,至于装置是如何同时爆炸 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表示,很可能从供应链开始就被入侵 在制作过程中被填入了炸药,并透过远端遥控启动爆炸程序 爆炸的工具需要5个主要件 需要一扣包,一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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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扣子已经有了3个主要件 这扣子的扣子的尺寸是5-10cm 所以这扣子会合作进入这扣子 于是国外各家媒体开始追查,爆炸的呼叫器产地来自何方 没想到一查却发现,这批型号为A2924的BB扣 竟然是由台湾金阿波罗公司所生产 没想到除了诈骗案,台湾竟然还能靠着BB扣登上了国际级事件的舞台 金阿波罗却表示这锅我不扛 澄清这批呼叫器不是他们生产的 而是授权给匈牙利一间名为BAC的公司贴台制造 根据经济部的资料 金阿波罗生产的呼叫器没有出口到黎巴嫩的记录 于是各家媒体转移目标 透过金阿波罗提供的资讯 前往匈牙利公司BAC的办公室 位于首都布达佩斯一处住宅区 媒体却从附近邻居得知 从未看过有人到办公室上班 而BAC的执行长艾奇迪亚 也在NBC News的电访中 强调虽然有与金阿波罗合作 但自己只是中间商 并未参与呼叫器的生产 让整起世界越来越不说迷离 由于首都布达佛罗资讯 由于首都布达佛罗资讯 这些呼叫器并不是摩萨德改造的 而是自始至终就是他们精心制造的 2022年陆续运送至黎巴嫩 自真主党器用手机后开始发酵 被称为现代科技的木马图成绩 不过以色列政府一如往常 对这起事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它是一个巨大冒险 它是自权和安全 它是战争的罪 而就在BBQ爆炸的隔天 礼拜三黎巴嫩又发生集体爆炸 这次是日本公司iKong制的对讲机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还有约450人受伤 iKong也紧急发出声明 表示该型号早已经停产 无法证实是否为公司原厂或 接二连三的爆炸事件 是否成为以色列与真主党 爆发战争的导火线 目前专家们抱持保留态度 毕竟美方还在试着调停 双方都在尽力避免大战开打 真主党的通讯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也将为近期的组织运作带来影响 那这是非常可恶的啦 川普在遇刺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48天 共和党候选人AKA前总统川普 今年7月才在造势场合 遭遇枪及惊险生还 右耳被子弹擦伤 现场还造成1-12重伤 没想到才过两个多月 川普又遇刺了 为什么要说右呢 当地时间周日下午1点半 川普正跟金竹打扫白球 刚结束第五动准备前往第六动的时候 特勤在后面几栋巡逻时 赫然发现草丛内伸出了步枪的枪管 惊觉有人要暗杀 特勤就立刻开了好几枪 距离川普本人大约275至450公尺 川普一定也有听到枪声 但是还是让嫌犯驾车逃逸之后才落网 综合媒体报道 枪手为58岁 来自夏威夷的劳斯 曾常居在北卡罗莱纳州 也曾因持有违法武器遭定罪 劳斯的手机定位显示 他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 自家的高尔夫球场灌木丛中 埋伏了长达12小时 当他将步枪枪管推出围离 被巡逻的特勤人员发现后 警方向劳斯开了至少四枪 但劳斯没有回击 反而是立刻丢下步枪 背包和勾破等装备驾车逃逸 有目击者拍下车牌号码 警方也寻现在公路上 带到该名枪手劳斯 劳斯曾在社群表示 后悔在2016年投给川普 也多次捐款给民主党人士 甚至于俄乌战争爆发后 亲自前往乌克兰声援 原本希望加入志愿军 却因年纪太大且无从军经验 决定转而帮忙招募国际军团 此外他还是台湾外籍饼团网站 负责联络的协调员 也是该组织唯一有介绍的人 呼吁国际志愿者在台湾与中国 未来若发生冲突时能支持台湾 劳斯在网站声称曾来台待过两周 并与所有他能找到的人交谈 敦促为战争做更多准备 但竟然没有人有兴趣谈 好像不是他们的问题 而是别人的事一样 当理念过于执着和强烈就有可能让人变得不正常 民主国家暴力零容忍 美国政府总统拜登和贺锦利 纷纷表达谴责暴力 川普则强调自己绝对不会投降 而共和党阵营当然也不会放过 这个能怪罪于民主党对手 言论过于煽动性的机会 我们可以认识和其他人 我们可以认识和其他人 但我们不能告诉美国人 一位选择是一位 fascist 如果他选择 它是最终的民主党 你知道大部分 是选择和立马上吗? 没有人有尽试 在近几个月中 而且两个人 现在有尽试 在近几个月中 我认为这是很强烈的证明 那些左派必须弄下谈论 和必须弄下这个糟糕了 Kamala Harris 我用这句话 因为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是吧 共产党 她是马产党 共产党 俄党 俄党 她是马产党 她是俄党 江大人 你自己好好检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